大家好,今天順便說先女座級戰艦的衍生營 大部份資訊來自維基百科網站 它出現在宇宙戰艦大和號機械百科 它是先女座級的改進營 藍手比之前的先女座號長,藍體就少了些東西 藍尾就加了一個類似入氣口的東西 在設定中提到藍體使用的材料是 高耐性低阻力,輕的隕食物質製成 電艦基本數據,全長375米,全闊70.2米,重78000噸 藍載武器為兩座波動炮,四座主炮 其中一座安裝在艦底 以及兩座火箭炮 引擎為超大推力的Cosmo引擎 以及四座曲速引擎 即是聲製迷航內的曲速引擎 負帶一句,是沒有任何安裝波動引擎的有關訊息 撞旋角呀 春藍只是出現在大和號的PS2遊戲裏 這艦的全名叫做 戰略指揮戰艦仙女座級改型 它是2022地球防衛軍的新戰艦 亦是新旗艦 在PS2遊戲故事裏 尋覽中國地獄青地球時 會從第七艦隊離開地獄陣軟航 全長300米,全負56米,重15.1萬噸 武器方面,藍手波動炮3座 4聯裝510毫米,主炮5座 4聯裝310毫米,主炮3座 大量激光防空炮和導彈發射口 引擎為波動引擎2座 輔助引擎4座 春藍本身有兩台波動引擎 即使被敵人干擾,都可以正常運作 曾經在林克星華帝國艦對干擾下發射波動炮 它擁有非常高的指揮能力 還可以控制多架無人艦 標級仙女座級戰艦登場 在宇宙戰艦大湖暴富天 它是兩者無戰艦 亦都是她仙女座級戰艦的後備 當然,除了波動炮 暗體搭底武器,仙女座很有 仙女座是由仙女座號改裝而成的 自宇宙高機動戰艦 因為這艘船的本體就是仙女座號 所以藍體沒有太大的變化 只是將藍體的顏色改為大和號的上黑黑紅的藍體顏色 在這次改裝中,兩座藍手波動炮加裝了分流版 即是無衛藍波動炮口的東西 波動炮的威力由兩連發提升至四連發的威力 藍側短魚雷發射管和藍側導彈發射架 拆軌了 就加入了大量密充防炮 寫這些 它就是無人戰艦 加上它有高機動能力 人想去一定要穿防護褲 為甚麼? 遇到你死了死了穿不出 還有仙女座改的設定是混亂的 官方說是改裝的 小林勝說是新起的 究竟是改裝還是新起的? 你搞得我很亂 這棟無人戰艦BBB 為了對付加特尼斯強大的軍事力量 氣球的時間斷層工廠全力開工建造戰艦 同時這類型戰艦因為這些事而誕生 這艦戰艦的識別碼為BBB 全稱 Black Berserk Battalion 這類型戰艦戰艦和仙女座級的外型和武器配備都是一樣的 但沒有裝備艦戰艦 在艦橋內安裝了黑色分析士 攻擊整架樹 艦體安裝了大量砍射口 據設定這類型的仙女座級戰艦可以做出匹敵魚類軍炸機的機動性 可惜啊 202沒有被我們看的樣子 最早登場在第18集的時間斷層 正式登場在第20集 在第21集裡 仙女座和兩產型的仙女座級戰艦 在白色水星球中的白色波動炮 當然啦 沒用的 以這個數量的波動炮的攻擊一早摧毀了毀滅荒舟 簡直是戰力比例崩壞 還有 兩產型仙女座級戰艦本身就不存在原劇本裡 這些良產型仙女座級戰艦最後被加達恩利斯全數摧毀 可憐啊 它是仙女座級的6號艦 是一架搭載了大量主炮的宇宙炮艦 或是單艦突破敵人的艦隊 甚至可以使用藍手的波動炎撞爆鏡頭 第202沒有被我們看的樣子 天照一共有10座主炮 前面3座後面1座兩元藍質各3座 在藍手的穩定翼裡搭載了10顆導彈 天照在第21集 只剩下兩個鏡頭 在第24集就以炮灰形式出場 可憐啊 在夜靈裡就登場了8號艦 而7號艦就離開了地球尋走水平座物明 藍體是仙女座級的藍體 而藍橋是銀河號的藍橋 在第21集出場只有一個鏡頭 在第24集就以炮灰形式登場 可憐啊 這類型戰艦整體設計有仙女座級戰艦的外形 但融合了加美拉斯一方的設計 所以整體來說造型和仙女座級是不同的 雖然主炮都是一樣的布置,一樣的數量 但藍體所搭載的炮全部都是加美拉斯 而藍美的推進器融合了賀爾羅爾級戰艦的推進器設計 這類型的仙女座級戰艦登場在第21集 又只有兩個鏡頭 在第24集開頭尋了一架 好像是一架而已 排除全部沉沒的可能性 這類型仙女座級戰艦和航母型仙女座級 除了藍體顏色和設備外,全部都是一樣的 藍橋指揮系統轉為加美拉斯方面的設備 藍側就加入了令人黑人聞口的花紋 藍載機方面,他們搭載了DGB-888軍炸機 FWG-97軍炸機和DWG-109戰鬥機 至於登場第20集,戰鬥在第21集 在第24集,其中一架航母被慢衝的導彈艦 撞顯了有些飛行踏板 在第25集,其中一架都被插了幾架伊塔自殺機 還有,這類型仙女座級航母還可以停放幾架遲緣潛艇 至於他們有沒有裝備波動炮,我不知道 為何他們沒有出現20,我更加不知道 要問就問機械設定和編劇 這類型仙女座級全部講完 AA21是仙女座級的戰鬥 樣子跟仙女座號差不多 所以我不浪費口水講了 這些我未確定,所以我也不講 下次就講無謂級量產型戰艦 下次再見